近日澳门学界30多所学校的120名青年学生 走进驻澳门部队荡载军营参加国旗手培训 参加这次培训的学生都是澳门学界升旗队队员 培训主要进行军资队列等基础动作的训练 重点是给我们同学们规范整个升旗仪式的流程 然后动作 然后包括针对我们学生训练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弱项 进行一个强化训练 把每个动作都很仔细 不会让你错每一步 如果错了 他们会立马去纠正你的错的那个地方 但是你放松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笑 讲一讲他们在驻澳门部队里面的那些生活 一个小点滴的 据了解 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 升旗队将担负庆祝活动升旗仪式任务 自2016年举办首届国旗手训练营以来 驻澳门部队累计为澳门学界培养国旗手 八百余名三千余人次 这些队员除了担负澳门学界一些重大活动的升旗仪式任务外 还负责所在学校日常的升国旗仪式 目前澳门所有大中小学全部实现升降国旗奏唱国歌 爱国精神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那么多小学党 顺责地仪式任务旗上的门来 顺责地仪式任务旗地仪式任务旗特斗 尽量的散誉 一路词 一路词